接著我們要繼續要請教的是安妮 那至於台灣方面呢 我們現在預估 整體的貿易額會成長多少 影響有多大 而且多快就能夠呈現出來 這個概念 剛才特派提到說 這個ASTAB 它是一個很有示範性效果的 這個FTA 那對台灣來講 這個效果可能並不是表現在說 它關稅降了多少 而是重要是在它的指標意義 它的指標意義是說 它是我們第一個前進東協的 第一個攤頭把我們攻下來了 然後根據這個智庫的研究 就是這個ASTAB 它如果洽遷滿15年 它這個帶來的 對我們GDP的貢獻 大概是7億多美金 數量上雖然聽起來不是太多 但是它最重要的是說 它有一個指標性作用 以後我們也許進攻到 其他的東西的市場會更方便 然後再也就是在投資的這一部分 投資這一部分的話 因為這個有了ASTAB的安排之後 很多的這個法規建制 可能會比較透明化 那對新加坡商到台灣來 或者說台灣到新加坡去 都會有這個幫助 所以在這個投資的預估 這一部分是很不錯的 那在洽遷滿15年 大概這個產值可以提升到400多億 那預計可以創造6000多人的工作機會 這聽起來我想可能 我們可以感受得到市場上面 現在聽到反對的聲音 抗議的聲音其實是比較少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仔細想一想 чес是不是 我們要費